操你妈 操你妈 我叫你去 落我 你打我啊 你打我 操我 操我 嚣张老女人疯狂侮辱男子的亲妈 仗着自己年纪大 是个女的 以为男子不敢还手 甚至还朝男人脸上吐痰 没想到男子被多次忍让后瞬间暴走 光光两拳垂脸就将老女人当场放倒 老女人倒地后 直接成了人肉沙袋 被各种抱头飞踹 要不是现场的那些假好人 上前拉偏价 这个老女人今天肯定非死极惨 要为自己的嚣张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很多网友想不明白 为啥老女人不是年轻男子的对手 却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疯狂挑衅呢 现在女权地位上升 女性成员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暴增 男人们相对于女人永远都是强势群体 即使女人欺负了自己得理不饶人 也得乖乖赔笑脸 在台球厅闹事的大妈 就是这种想法 认为男人就该让着她 事发当天 嚣张大妈怒火中烧 来到一家台球厅 寻找自己的死鬼丈夫 在老女人的眼里 只要是男的打台球 那与那些去夜店包夜的没啥区别 老女人经常限制自己的丈夫出门台球 今天又是来台球厅找事 怒火中烧的她 在台球厅内转来转去 却死活找不到自己的老公身影 反而急躁地蹭到了一名 正在瞄准打球的男子 本来一个道歉就能解决的事 但老女人却无礼不饶人 而且嘴里嘟嘟囔囔不甘不尽 骂人家是个有人生没人交的小混混